今天很高興 希望跟大家一起看清白 我們都會感到清白的事 包括第一宗 下一個第一宗 然後幾個月沒有回來清白 我們今天看見他回來 因為他很高興 他很高興 我是十月兒回來 今天他們安排他 和一宗回來 現在是很感動 很高興看見每位同學 所以今天在我們當中 一起清白做 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在今天年初到月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講論 這個約束雅記 轉眼半個過去 我們今天就講了 約束雅的最後一章 就是講了約束雅的大結局 按我所知道約束雅記裡面 最常被引用的 有兩段經文要兩節 第一個就在第一章的第八節 那是上帝約束雅的應許 然後第二段經文就在最後一章 二十四章第十五節 就是約束雅對上帝的回應 那這兩段經文都很重要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牢牢的記住 我們一起來讀一念這兩段經文 好不好 我們先讀一章第八節一起來 這兩段經文 我希望兩姐妹都留下心中 第二段經文就是教導我們 怎麼樣能夠明白上帝的旨意 怎麼樣可以 能夠有一個美好的言語 那就是要謹守真心上帝的話 第二段經文教導我們 應該怎麼回應上帝給我們 那許多的恩典 那就是要取原家來守這個動作 我們今天所講的信息 主要是講論第二段的經文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一定是後女的老婆 再見 今天所念的這一段經文 在這個一到二十四節 這一段的西亞記的經文當中 我希望大家注意三方面 就是為什麼要侍奉上帝 怎樣侍奉上帝 還有侍奉上帝 對一些人無策 第一 為什麼要侍奉上帝 那對這個問題最簡單的 我回答就是 我們感性上帝的恩典上帝 對我們有許多的恩惠會 所以我們 願意 也應當來侍奉上帝 身一跳祭祷 譬如說 像以色列的眾志派 都集中在十四節 招聚他們的長老組長 審判官兵官党來 他們都來到上帝的面前 也出來說 對他們訴說 上帝在過去的歷史當中 怎麼樣恩待他們的祖先 上帝在過去的年月當中 怎麼帶領他們離開埃及 這個維路之家 帶領他們 福利埃子王的這個 河海 然後上帝怎麼帶領他們 經過了光源那個 又大又可怕的光源 然後到達迦南地 告訴他們 上帝怎麼會他們的掙扎 讓他們可以勝過很多 很大的敵人 讓他們今天可以安寧的 住在迦南地這邊 你可以安居落葉 神明記載 上帝對以色列人說 我是給你們的地圖 非你們所修製的 我是給你們藏衣 非你們所建造的 你們就住在其中 又得知 被你們所摘種的五號人 橄欖式的果子 我主持間的經文 我就發現這裡所描述的情況 非常會和我們這一代 新移民的這個信念 我們今天在這裡所生活的 所擁有的這個土地 不是我們開設的 人家找到給我們開設好多地方 我們今天所生活的一個城市 不是我們所建造的 我們今天都住在其中 我們所吃的很多果子 有木花、有芒果、有香蕉、有荔枝、有龍眼 我們家裡都種了一些東西 絕大部分的故事 不經營災種 絕大部分 有可能是龍蝦之間的災種 但是絕大部分的故事 我們都吃了人家 給我們災種的果子 我們在享受 這一切都是恩典 我們就相信 這一切都是上帝給我們恩典 我們施奉上帝 就是要回報上帝的恩典 我們要做一個實恩報恩典 不要做一個忘恩負義的 施奉上帝是回報上帝的恩典 我們得了那麼多的好處 總該為上帝做人心的情報 這就是基本的一個心態 然而 我們的上帝真是需要我們為祂做什麼事嗎 上帝真是需要我們為祂做一些什麼事嗎 上帝通常造天地 上帝通常造了生命 我們能幫什麼忙 請問 我們說我們要為上帝做事 做什麼事 什麼事能夠幫上帝的恩典 我們以前 前不久就是 7月初我們交易 舉辦這個慶應節日 很多女兒姐妹回來幫忙心情 那天我看見 我張弟兄跟李承姐妹的小女兒 小孩子剛剛學會走路 媽媽在擦那個椅子 小孩也幫忙在擦椅子 她剛剛才會走路 走路還不穩的 然後拉那個 門擠那個什麼 關於怎麼發那個 是門擠海綿 那海綿的 拿來車 哎呀我心裡正感 我給他拍了照片 啊 小小孩 她也幫忙 那在那媽媽在做 他說她也有幫忙 小孩子能夠這樣的表現 當媽媽當然很高興 媽媽也讓小孩學學這哈桌子 表面看來 小孩是幫媽媽的忙 實際上是媽媽在院內的孩子 不是這樣 請問 是孩子的一處還是媽媽的一處 那是孩子的一處的樣子 我們來侍奉上帝 表面看來是我們給上帝做什麼事情 我們表示感恩 實際上我們是上帝在訓練我們 他在造作我們 讓我們更蒙福 我們侍奉上帝是個蒙福的途徑 對不對 我們侍奉上帝是我們自己蒙福的途徑 我記得我在傳統辦公室 曾經跟他提過這個待得生 他的曾祖父帶來的故事 就是 接來他的故事 這個 這個 他這個大石頭的石杖 是個勞工 沒什麼特別文化的 然後住在英國 庇護一個小鎮 叫做Vansley 那1776年 就年初一月份 這個 就要看維斯里 就到那個小城去做 開故事大會 那這個 這個 就要維斯里講到的主題 就是 事於我和我家 我們 必定是共有 反正講這個主題 所以 這個 這個 太來啊 他從來就不喜歡 這個 衛星 他都不喜歡 他在這個 帳目 來步道 那種的形式 他很反感 所以他 他的 因為社會來步道 他從去導彈 然後 他就 他還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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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那天想搞去 那就要吸引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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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步道過了 沒幾天 這個帶來 是結婚的日子 17176年 2月 1日 施達9月 那天 早上他起來 就奇怪 他這次 很大的忆念 終於 最感動 他就幸福 從那天早上 他就起來 找到田裡 在這個 田裡面去 跪下 祷告 在那裡 他想 向上帝 認罪 他決定性靠主 而且 決定 他 他想要建立一個新的家庭 他要遵行生命的教導 就是 今天我和我家 我們 必須虛弘 來給他 從此 他就成為一個很認真的基督徒 他有帶領全家來信用上帝 也因此 後來產生戴德聖 那麼偉大的宣討是 他會對我們中國 有很大的影響 而且 他要很多的子子 尊僧 都成為上帝 所送的夫人 一直到今天 民眾 九代 成為四共主的家庭 所以 有一個小公司 戴主張牧師 在 1999年寫的 就是 恩靈九代 那 九代 他們的盟主 我看這個故事 看這個紀錄 我就很好奇 約翰伯伊斯里 他怎麼能夠用 約束雅之間去換來講 復印的信息 整個我要講復印 故道的信息 我大概不會選這段經驗 所以我和我家 必定是朋友 這個對紀錄圖講 怎麼我可以用來做復印故道 而且影響的帶來 我就非常好奇 我要嘗試在網上查一查 這個 約翰伯伊斯里 講到有沒有 留下來 果然找到 你大概可以找到 那有意思 果然找到 他講怎麼 他就說 一個是日共主的 全家日共主的家庭 你就應該怎麼愛我的親子 你就應該怎麼教養你的孩子 你怎麼等待你家裡的母人 家裡就可以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 因此你的成為美好的兒女 那簡單就是說 我們釋放上禮 全家釋放上禮 我們就盟主 我們全家釋放上禮 全家盟主 那我相信太太 希望他新建的家 是一個盟主的家 所以他就決定要信套上禮 和全家釋放上禮 我們釋放上禮 大家請了這句話 我們釋放上禮 是人生最好的選擇 我們釋放上禮 是生命最佳的後子 上禮也不釋放他 來釋放上禮 來釋放上禮 前不久 我跟一位弟兄在閒聊 他告訴我 他常常去打籃球 所以天下午就跟我們弟兄 一幫弟兄也打籃球 常常去跟我們 很多我們叫的青少年孩子 去打籃球 他在這個打籃球 在球場上 尤其不是我們叫的孩子 來參加跟我們去玩 他就發了一些學情 他在教會長大的 基督徒的孩子 跟那些非基督徒的孩子 在球場上的表現 就很不一樣 在打籃球的時候 難免會發生了 弓撞的一些情況 可是有人淋球 有人輸球 他在面對這種情況 受到攻擊 受到落敗的時候 我們的孩子 通常都能夠很平靜 覺得沒關係 就這樣就過去 但是那些非基督徒的青少年 就往往會有一些很強烈的反應 這位弟兄姻姻姻 就發現 信主跟不信主的家庭 信主跟不信主的孩子 珍惜我們家 平常平安如是的時候 看得出來 當我們遇到重擊的時候 當遇到重破壞的時候 就有明顯的差異了 簡單來說 我們是因靠上帝 就不一樣 我們是因靠上帝 就不一樣 跟我講話的這位弟兄 他們倆夫妻都要交易 一個新的師父 這位弟兄他幫忙帶領小組 幫忙帶領查經 幫忙管理音響 帶領長師 可以參加師班 他們也才能關懷有需要的人 特別關懷的新部隊 新朋友 他們的大兒子在大學裡面 在環境裡來帶領查經小組 他們幫忙照顧了那位同學 那小女兒前幾天 也剛剛到台灣去參加把課隊 很明顯的去圓家師公主 我們很清楚地看見 這樣一個家庭是個蒙古的家庭 是不是這樣 就你知道我講誰 你應該知道 這是蒙古的家庭 也不知道 那沒關係 我們教會裡面有了很多 有不少叫全家事公主的家庭 只有你有讀意 我們就叫有不少 全家事公主的家庭 這些都是讓人羨慕 幸福的家庭 有沒有看見 凡是全家事公主的家庭 都是讓人羨慕的 沒有好的一些幸福的家庭 我們為什麼要羨慕上帝 固然心得我們感恩 因為上帝給我們很多人典 但是實際上 我們侍奉上帝 是讓我們自己能夠蒙福 讓我們的家庭能夠蒙福 第二 我們怎樣侍奉上帝呢 那侍奉上帝的基本意義 就是要做上帝的苦人 就是十二本 因為這要服復 這要很清楚 我們就要做苦人去服侍他 對上帝來操拜 為上帝來辦事 做到苦人 然後上帝是無形無相 我們怎麼服侍他 我們到哪裡就服侍他 上帝創造地地他無所不能 他怎麼需要我們幫忙 我怎麼樣服侍他 那詩奉上帝是什麼意思呢 最少有三方面的意思 請大家記 第一就是要認真地敬拜這個地 非常奇妙的 在聖經的原文 不管是希伯來文和希拉文 敬拜這個詞 跟釋奉這個詞 跟釋奉這個詞 是同一個詞 很有意思 不管是希伯來文和希拉文 釋奉跟釋奉 釋奉跟釋奉是同一個詞 我們今天所讀的耶穌亞紀律 這個第十五節 二十四章十五節 那邊耶穌亞叫他們講 若是你們以釋奉有華為不好 今天就可以選擇所要釋奉的 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的神呢 還是你們在所住戒地亞文地亞的神呢 對於基於我和我家 你一定釋奉有華 在這裡出現好幾個釋奉的吧 在英語上會不會有的 都用Vership 都用敬拜 這個Vership 是Newish Bible Vership 新英語 我們很熟悉的羅馬書 第十二章第一節 他們說 將身體現象當作國際 將釋奉是理所當然的 這奧列斯的Vership 也是用Vership 來寫這個 司奉 所以很清楚的 按照聖經的啟示 從旧約到新約 都有同樣的教導 就是我們司奉上帝 就是敬拜上帝 司奉跟敬拜是一提兩點 司奉跟敬拜是一提兩點 我們司奉上帝 首先是敬拜上帝 要尊主為大 這是明顯的道理 九龍不願意敬拜上帝的人 他怎麼可能去侍奉上帝 是不是這樣 九龍不願意敬拜上帝的人 他怎麼可能去侍奉上帝 聖經說 我非常喜歡你 詩篇九十五篇 他們說 來啊 我們要去侍奉敬拜 在照我們的 由他面前跪下 因為 他是我們的上帝 我們是他好長的羊 是他手上的敏 為了你們 今天 聽他的話 來啊 我們要去侍奉敬拜 我們前部都有 我們全的讀經小組 都讀到詩篇這一段 我們都說 對我們牧師來說 有最好的提醒 我們每個禮拜在這裡 就跟他說 來啊 我們來請奉敬拜上帝 是不是這樣 我們都應該都請問 我們是上帝 他在手下 好長的兩次手下的你 我也要你們 今天 聽他的話 聖經說 他說一位以後 好偉大 當受極大的上帝 他就萬成之中 當受敬畏 你們來到上帝面前 應該有這樣的心態 我們侍奉上帝的人 應該是我們這樣的心態 我們來敬拜上帝 我們來師父 因為你侍奉上帝的人 必然很認真來敬拜上帝 不讓不認真敬拜上帝的人 不會認真師父上帝 不讓不認真敬拜上帝的人 不會認真來師父上帝 大家可以有意啊 在主人崇拜的時候 唱詩唱得很投入的 平常到很優心的 眼睛都瞪著的 會寫遺跡的 祷告的時候很虔誠的 這些人通常都是熱心師父的 是啊 反過來說有些人 人家長得很怕不怕 聽講到的時候 他還在睡覺的 牧師嘴巴一張 他那個女友閉上 而且人家祷告的時候 他東張希望 好幾年一天有一位 年長的太太 有一天很神秘地告訴我 因為是知道是什麼 每一次在祷告的時候 都某某人在東張希望 我說實際上 那你怎麼知道 這樣的人啊 通常都不會熱心師父母 今天我們在周刊上 跟那個 那個 小妹妹大概十二歲好 她寫的一個文章 那是在前一次我講到的 前一個主人 我講到她的遺跡 阿丁講到很流行 她寫到很清楚了 你才十二歲啊 我講的是 我一半聽的是英語 她能夠寫到很清楚了 而她可以把它看不出來 她老爸給她翻譯 全家事奉取 有沒有看到 安慰其 那這個 能夠這麼認真的 來自我講到的 這樣的人 就是那個盟主所用的 不認真敬拜上帝的人 也不會認真是盟上帝 有一些基督徒 這個崛起的基督徒 被稱為 GEO 這個 Christmas and Easter only 只有 這個聖誕節 跟摩折才來的 CEO Christmas and Easter only 的基督徒 有沒有這樣的基督徒 這樣的基督徒 怎麼可能來侍奉上帝呢 我們都不知道 信拜上帝 主要不是看外表 而是看我們心態 所以我們不能說 不來教會家家窮班的人 就一定沒有敬拜主的心 可能這就有不特別的原因 可能是有病毒 可能是被騙人攔著 鏡子一直不能來 就可能會洗掉 那好幾個 好幾個也沒來做禮拜 都是等於說 大家沒有敬拜主的心 不能這樣講 人家不來 敬拜主不能說 他就一定 沒有敬拜的心 不能這樣說 但是只要一般來說 我們這次常見上的偉大 真是尊重他 這次 願意榮耀他 願意向榮耀尊貴會議他 我們一定會盡可能來參加 這個崛拜 是不是這樣 一定要盡可能來參加 一定會盡可能來參加 認真敬拜上帝 認真敬拜上帝 才會認真適奉上帝 才會認真適奉上帝 才可能認真適奉上帝 才可能認真適奉上帝 這是我們應該要注意的 第二 我們不但要認真敬拜上帝 我們要因從上帝 我們要教導 這個才適奉 這樣才叫適奉上帝 這點記載 百姓回答耶穌法說 我們必適奉有 荒謀的上帝 因從他的話 適奉上帝 跟因從上帝 跟因從上帝的的話 是緊緊相連的 大家可以聽嗎 我們剛剛讀詩篇 主書篇的6到第7頁 也是這樣說 我們敬拜上帝 就要聽從上帝的話 一個人覺得他認真適奉上帝的人 他必須要注意 來聆聽 來學習上帝的教導 不認真聽從上帝教導的人 不可能成為適奉上帝的人 他不可能去適奉上帝 所有認真適奉上帝的人 他必然會很認真來研讀聖經 他肯定盡可能會參加 這個除了學 參加查禁法 因為不認真學習聖經的人 不太可能適奉上帝 所以你真是願意 認真適奉上帝 真願意適奉上帝 你要認真來學習聖經 一個人不願意下風扶 來學聖經 就忘了想說 我能夠大大的對主使用 能夠適奉上帝 接著你 能夠適奉得幻想 所以你真是想要被主動 好好下風扶 來學習上帝 來適奉上帝 我站前面講到約束 在做約翰威士尼那一天的講稿 約翰威士尼也是這樣說的 他說一個定義全家的聖徒的人 他就必須要遵行聖經的教導 去愛他的妻子 他也必須要遵行聖經的教導 去教養他的孩子 他也必須要遵行聖經的教導 去善待他的仆人 這樣 他的家自然會成為一個幸福和諧的家 這樣他才可能學家侍奉主 這樣而適奉才會有美好的活效 適奉上帝 就是願意因從上帝的教導 我們認真的珍惜上帝的教導 怎麼樣適奉上帝 我們清拜上帝 除了這個珍惜上的話 第三個題目 就是活甘上帝的活路 怎麼樣叫做適奉上帝呢 對當年的耶穌亞來說 對當年的以色列人來說 他們適奉上帝 就是順從上帝的教導 來進入加拿地 建立一個歸屬上帝的國度 來建立一個見證上帝 宣揚上帝大能力的國度 是不是這樣 對當年的耶穌亞來說 當年的以色列人來說 什麼叫適奉上帝 在他們當年來說 就是順從上帝的帶領和引導 進到加拿地 建立一個歸屬上帝的國度 能夠在如天之下 能夠見證上帝的榮美的國度 那對我們今天的基督徒來說 那就是建立一個教育 就是活産教會的福音的信仰 對我們本教會來說 那就是在給信仰 廣廣福音 服務人群 這幾個字大家在哪裡看過嗎 有沒有看過 這是什麼 在哪裡看到了 說本教會的這個使命宣言 只要你不太記得 就在外面那個板子上 每個禮拜一天 你走過應該都看好 就用本教會的教會 這個使命宣言 我們就是要栽培信仆 然後往團揮服務人群 我們來拖擋上帝的國度 因為師奉上帝的人 必然一個惡意 加以教的師奉 能夠一起來公信 拖擋教會的工作 最要講的是師奉的基本原則 那就是全家師奉 耶穌亞他說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一定是奉你的話 在七年一月份 舉目雜誌的封面 他標榜了一篇文章 那就是耶穌亞的原則 那個分題是 如何平衡服侍家庭跟私奉 那我想來教會 很熱心家庭受控的人 對這個問題都會很熟悉 我們怎麼能夠平衡服侍家庭的世界 這文章是講的這個題目 那我今天不詳細講的這個文章 那我只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在這裡留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原則 那就是追我和我家 我們必得侍奉你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我和我家的生活中心 就是要侍奉上帝 要信奉上帝 那我用這個觀念 再擴展一下 我畫了一個圖給大家看看 這個圖 那這裡 我的意思是要表達就是 我保持我身體的健康 是為了遵行上帝 為了侍奉上帝 我建立我的家庭 是為了侍奉上帝 我發展我的事業 是為了侍奉上帝 我同路教會 也是為了侍奉上帝 都是在人的同一個人形裡面 那我們不需要分析 健康 家庭 事業 教育這幾個 幾個項目 那一個 比較更優先 那很多時候有一些 傳統人會把他 某一個比較大一個更優先 那往往會出現一些 好像一些 好像一些張力 或是一些矛盾 那我要大家注意 不需要好的分析 那一個更優先 但是我要 我們要注意注意 每一下的事情 每一下的事情 都是以侍奉上帝的重心 這是很簡單 也很清楚 更詳細的這樣說 我的健康結果很差 完全沒有疫情 那就很難侍奉上帝了 所以我當然必須先 照顧好身體 但是不會說 我必須到了150磅 或是有200磅 或是說 我立刻又不感冒 然後我才會施奉上帝 不是這樣 我是應該一邊照顧身體 一邊施奉上帝 因為我維持我的健康的目的 就是為了施奉上帝 是不是這樣 我們的家庭 角度很不穩定 夫妻常常吵架 小孩子很多問題 那我很難侍奉 所以我當然必須要 一天跟我的妻子和好 先要把我的孩子管好 但是不是說 我們倆夫妻一定要一年不吵架 我才能跟侍奉上帝 一邊等我的小孩都長大成財 我才侍奉上帝 那我還是應該一邊跟親自我和好 一邊教導孩子 然後同時我來施奉上帝 因為我建立家庭的目的 就是我要施奉上帝 大家留著我的意思啊 那有人說啊 等我小孩長大以後 我才來施奉上帝 等孩子長大以後 他的十字人子又來了 那怎麼會施奉上帝 是不是這樣 那通常都是如此 我們的事業 就 事業做得不好 很失敗 所以經濟在那裡有很大的困難 我很難施奉 不能養家糊口 很難施奉上帝 那這樣 我們也沒有精神的心力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把事業安頓 讓經濟穩住 那不是說 我現在轉了回土地 轉了回百萬 買那個大房子 然後我才施奉上帝 我應該是一面發展我的事業 一面來施奉上帝 因為我發展事業的目的 就是為了施奉上帝 大家心裡會比較熱 這個施奉的基本問題 有人說啊 等我都對於修了 我不需要為事業奮鬥了 我不陰險了 我才來施奉上帝 當你對於修了 年老體一衰了 那你想要來施奉上帝 都經歷不重新 你不要說來服侍別人 還別人來服侍你啊 那怎麼要服侍上帝呢 就很難了 因為修了修了 是帶領整個家庭來施奉上帝 他帶著他的職責人 來施奉上帝 上帝是他的生活 他的家庭生活的重心 今天有無少的基督部的家庭 是拉著上帝來服侍孩子 聽精華 是拉著上帝來服侍孩子 孩子是家庭生活的重心 他們來教會 主要是希望上帝可以幫助孩子 可以更好的成績 可以考了更好的學校 希望上帝可以保守孩子 不要生病 但是從來沒有想過 帶領孩子來施奉上 在這種環境長大的孩子 以後他們長大以後會心套上帝嗎 很可能不會 那些父母既然是以孩子為中心 那些小孩很自然是以自己為中心 有沒有看到 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樣培養出來的孩子 就跟心套上帝背部會道而馳 所以往往是問題 我們為了培養孩子 我們盡力鼓勵孩子去學彈琴啊 學跳舞 學游泳 學打球 學娃娃 我們幫助他們 讓他們多彩多彥 監督得很好 沒有什麼不好的 但是假如你沒有培養 和鼓勵孩子去施奉上帝 就是明顯的檢查 我再說我沒有反對 我們栽培孩子在各方面多彩多彩 如果很好 我看著我們小孩 彈就彈得很好 他們打球打得很好 我都非常引你回頭 都做得很好的 我們應該盡量栽培孩子 包括他們的全職 跟他們的能力 但是 我們必須要同時 培養跟鼓勵孩子 同小而來試奉上 假如不是這樣 那就是明顯天差 是嚴重的錯誤 我們是把孩子 離開上去的道路 這是非常危險 大家必須記得 全部都講到你們才提過 上去讓我們有一個 安定健康的家庭 需要我們培養 近切的後代 肌肉家庭這句話 上去讓我們 有一個安定健康的家庭 需要我們培養 近切的後代 這是馬拉基書 第二章那邊 所提到的一個觀念 我們要帶領小孩 從小就來侍奉主 我們這樣可以培養小孩 背上一個敬虔的心 我剛剛在提到那個文章 就是宥蘭的原者 這個作者 就在這個曲目上寫的 這個劉志遠博學 他就跟大家說 在文章裡面講 他說 當大了三個小孩子 還小的時候 他跟他太太就有一個 共識 有一個約定 不管小孩多小 他都要把他們帶到教育 一同來進化 讓小孩跟著他們 夫妻一同來服侍 所以 他們的小孩 真正是在教育長大的 孩子很小的時候 他的太太就在 叫合同主的學 他的小孩也在班上 孩子長大一點 那個劉定松 他就在叫 屋中班的主的學 他的孩子也在班上 他們的故事 孩子多數不能失控 他們哪些多數 孩子一起去失控 今天有不少的家庭 哦小孩很小 所以不能出來失控 這需要檢討 除非真的有特別的困難 有些小孩有特別的需要 那沒有辦法 但假如我們儘管 把小孩帶稿上給他們 我們看見 劉自然博士他們的家庭 是個蒙古的家庭 玄宰品是共主 這也是 教當中 剛剛也提到 有不少這樣的家庭 2000年 我們教會要請了 帶得生牧師的玄室 第五代的 後代 帶稷中牧師 也是一個宣教師 也是一個傳道人 那也是一個宣教師 也是一個傳道人 那一年就帶著他的妻子和女 一起來這裡服侍他的妻子 是台灣人 叫做柯月明 他上個孩子叫做陳曰 陳叔 陳養 來看見 月子 中養 看到嗎 看到月子 他為孩子取名 陳曰 陳叔 陳養 很明顯 他們是希望 還可以 繼承 瑞蘇亞 那個侍奉主的 美好的精神 什麼精神 就是 至於我 和我家 必須侍奉 我們就好 他們真是全家師父母 2006年7月31日 禮拜一夜早上 我有親父母 那個月的家書 我寫這個事情 所以我去看一下 就很清楚 2006年7月31日 白天早上 六點十日十五分 我去他們家 去接他們到飛機場 很多父母都知道 一大早要小孩起床 通常不太容易 是不是呀 做父母 有沒有經驗 一大早 又小孩起來 通常又要哄 又要罵 又要威逐 威逼利勇 都要出 他能夠按時候出門 是吧 有多多拉拉 才能夠出門 那天早上 六點四十分 以前不到 那個小哥哥 陳曰 他早就準備好 他頭一個走出家 背著他小背包 然後把 拿著我車 把那小背包放下 然後回頭 進屋子裡面去 再把那些比較大的行李 一件一件都可以出來 才六歲的孩子 六歲 當年他六歲 現在二十一歲了 我很想得 了解他現在怎麼這樣子 當年這個圖畫 再來看這個照片 這個小男孩 當年就差不多這個年紀 六點四十五分 拜託他們就等了 背著小背包 準備好了 那這個 那這個 什麼意思 就表示他們 這個訓練 有輸的 就表示他們 是長長 全家族 共一同來侍奉主 是不是 假如可以 長得有這樣的訓練 不可能 那一天早上 不然就是可以這樣 這個家庭 是個讓人羨慕的家庭 這個是一同來侍奉主的家庭 用全力 我們今天講的 耶穌雅的最後一章 講到耶穌雅的 耶穌雅的大結局 這也是耶穌雅的最高潮 是什麼呢 那就是耶穌雅公開宣告 他說 追我 我家 我們必定日共有 那與此同時 以色列人也有三次的回應 宣告 他們有沒有留意 在這個經文裡面 那是以色列人三次來回應 他們說他們也要決定侍奉主 18節他說 我們必侍奉有法 因祂是我們的上帝 這個經文可以 第18節 然後第21節他說 我們定要侍奉有法 然後第24節 他們說我們必侍奉有法 我們的上帝 必侍奉有法 當耶穌雅當中宣告 他說 只有我和我家 必定侍奉有法 以色列人也有很清楚的回應 一而再 再而三地說 我們也要侍奉有法 你從前來 今天我有宣告 只有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侍奉有法 你願意怎麼能回應 你怎麼能回應 你願意不願意做同樣的宣告說 我和我家 我們要侍奉有法 有沒有這樣的回應 我希望你 我本來有點感動說 今天有誰要這個回應 咱們還是 我想都不需要 另外在耶穌來自的一個記載 又是還說 你不要這樣 你就回去 你管他大和另外一杯就好了 所以下個禮拜 你不用來就不是你願意了 要不然你就下個禮拜不來了 是不是這樣 我們來到這裏面前 都是願意 全家心目中 因為這樣 理所當然了 因為這樣 我們一家無主 又是上帝 幫助 保守我們家的心患力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是軟弱的 我們很多時候是 心有欲力無主 他那時候我們是 心靈願意肉體軟弱 但是我們 把這個心願 擺在上帝面前 願上帝幫助 衡全我們 我們一起祷告 請請 我們的主啊 我們今天在你面前 再次另一次許願 我們願意 我們和我們的家 都來適合我們 一生來適合我們 我知道這是理所當然的 也是我們因此盲福的 主要你恩堂 眾地用前輩 也真是使用我們沒有 人前輩 使用我們每個家庭 希望你每個家庭 都成為蒙福之家 能夠榮耀主的家 主要你自己恩堂 教導我們手中 仰望主的引導 報告 奉告耶穌基督的名 阿们 你不做 你不做 感謝 謝謝